我先拿上来吧 哇 这个芦苇 我先把根拔掉了的 它是什么品种的 美国的那个 美国芦苇确实确实 这个是好 你下次要我给你拿两个苗呗 好像我以前也有 是吧 这个很好长的 它很耐长 对对对 很耐长啊 如果您下次过来 方便就拿一颗小苗就行 拿两颗苗给你 下次我过来就好 好好 谢谢 先谢谢 这个我原来在纽族 就在屋都带回来的 我以前有 这个好多年了 我以前有过 这个是美国芦苇 美国芦苇 有一个是日本的 有一个是韩国的 这个是可以吃的 对 美国芦苇可以吃 特别厚 美容也好 做汤吃 炒的吃 美容都可以 我得拿出去吃的 你后边的吃 不用 然后下次您要是过来 你好 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每个视频 现在越来越热了 稍微冻一下 就暖成大汗了 刚才这客人送了两个盆过去 然后发现它有那个叶片很大 很肥厚的 那个是美国芦苇啊 我说下次过来的时候 拿一点那个芦苇 拿两株小芦苇过来 到时候我们等它 就预起来了 预起来以后 那个芦苇 预得非常好 那美国芦苇确实是不错的 是叶片最厚的一种芦苇啊 我对不来 我也不会在你的身上 我爱惜她 我知道 这些事一定都不肯定 今天又拿了五件东西 都是一些小花 这个是莲桥 这个是莲桥 这个白掌水培的 有水就活了 这个是商贝斯凤仙 有四五个颜色 这个竹鱼类的 公主竹鱼类的 也是水培的 这个是清香木 这个有一点香味的 很多人以为它能够屈纹 其实我试过这个屈纹的效果不是很好 主要还是做回观赏用的 叶子还是比较有特点的 这挺漂亮的 最近我发现有一些朋友 一些同行朋友 所以说现在今年的行情真的太差了 不敢拿货 虽然说行情不好 但是货还是得拿 但是呢 就是要 就是不能追求数量了 要追求那个品种比较多样 但是每个品种不能一下要太多了 这样子就给他们吃了很多钱 我记得一下子就要做了一份 所以说比较多了 我已经快点了 对我了 我来说不过去的地方 太多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